那我在上一个语音上讲过 有一种美国的网民呢 他是别有用心的 他明明知道现在中国的现状 但是他就是要抹黑中国 来成就他自身的利益 在这里呢我就想举一个例子 那我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美国的推文上面 有这样一个美籍的华人作家 他叫张家顿 他的英文叫Gordon Chan 他是在美国出生 但是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是在中国大陆出生 他的母亲呢是美国人 那这个人呢 你还会看到 就是现在只要有中国的新闻 他就会马上去发一个抹黑中国的推文 这个人你要知道 他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他写了一本书 在2001年 这本书的名字叫 中国即将崩溃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他当时在那本书里面 他就预言 他说中国在五年之内 最多十年就会崩溃 然后他列出一些说 这些就是他要崩溃的原因 然后呢 他的预言就是 那都是已经18年前了 他之后又预言说 中国会在2011年崩溃 结果呢 当时有人去采访他 他就说他当时预言错了 应该是再持续一年 就是2012年 中国就要崩溃了 那结果当然 他的预言又没有成真 现在已经2019年了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或者说中国在某种情况下 已经超过了美国 或至少跟美国不相上下 所以呢 这样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 就是骨子里他就是反华的人 他的利益就决定了 他不管你中国怎么好 或者你不管你中国怎么强大 他都要去抹黑你 而且他本身就是华人 因为他父亲就是中国大陆人 所以实际上 他直接的就是有中国血统的人 不是那种 就是家里几代 都已经是在美国出生的那种 就已经华裔就是已经好多代了 以前才是 他完全就是中国大陆人的儿子 所以像这种人呢 你就知道 你再怎么跟他辩论 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确实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利益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前两天发生的这个NBA的事件 然后呢 他就跳出来 就说 就是因为这个NBA事件发生之后呢 就是美国人 美国的一些政客 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就对这个NBA的一些球员呢 对他们施加压力 对这个NBA的这个高层管理人 也施加压力 就说 让他们不能对中国低头 一定要就是从中国大陆撤出来 就是那意思一定要硬一点 虽然他们是赚大陆钱 但是还一定不能向中国屈服 就是这种意思 然后这个张家顿呢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反华人士 他那个时候就 他就会跳出来 就说 一定要让中国 就是美国在中国的所有的大公司 都撤出来 都回到美国 他就跑出来 就做这种反华的言论 他的那种言语的 那种气氛的 就让你感觉到 他就恨不得这个中国跟美国 就马上进入大战 进入战争 那才好 就你有那种感觉 虽然他并没有那么讲 然后呢 我当时呢 我就很反感 因为我觉得他这种人呢 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啊 他当时为了卖书 说中国会崩溃 结果中国没有崩溃 然后他就是 骗了那么多买他书的人 没骗成 现在还在这儿 就是颠倒黑白 就是散发一些这种反华的舆论 我真的就是对这种人 我非常的反感 然后呢 他在发出这种推文的时候 我就回了他一个推文 我就说 大家要想好了 不要有一天 你的愿望真正实现了 就是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叫be careful of what you wish for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 恨不得这个美国跟中国宣战 那才好呢 然后把中国打败 然后我就说 别忘了 在二战期间 日益的美国人 被美国政府 关进了集中营 然后我就说 如果美国真的跟中国 发生了战争 没准你就会第一个被关进集中营 我就这样说了一句 那他并没有回过来 因为他很清楚 在日本和美国变成战争敌人的时候 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 遭受了很大的歧视和关押 那么如果真的 中国跟美国真的交战的话 当然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如果退步讲 如果真正真的发生了中美大战 那么你觉得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不会被反吗 在美国不会有反华运动吗 当地的美国人会不会去攻击当地的华人呢 这个谁都不知道的 因为这种事情在美国曾经发生过 发生在日本人的身上 所以你华人有什么特别的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下一世我就是在提醒他 你不要去反华 因为如果中国真的 如你所说崩溃了 或者被打败了 实际上对你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就是这种人 他的逻辑思维是有一定问题的 就是他恨不得这美国就 就打败中国 或者中国就是不被打败 自动的就崩溃了 这是他的书嘛 然后他的书预言没有实现 他又现在又不停的挑拨 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 所谓的冲突去上升嘛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 你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是真是所谓的就是 中国的那句老话 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如果你真的促成了中美大战 那没准你就是第一个 要在美国受罪的中国华人 就是华裔的美国人 对你会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个例子 就是说对于这种人 你知道他是绝对是别有用心的 你不会再去跟他讲 他不是说要美国公司从中国都撤走吗 你跟他去讲一些道理 他是不会去听的 因为他发出这种推文 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蛊惑美国的那些 无知的网民 去蛊惑他们来仇恨中国 他没有别的意思 他自己很清楚 美国的那些大公司 为什么要搬到中国来 因为他们要赚中国的这边的钱 他们要更高的利润 所以他们不想放在美国生产 这个如果要怪 就要怪他们自己的美国的资本家 这些大公司的领导人 他怪不到别人 但是这个美国嘛 别有用心的这些人 他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国 把中国变成是美国大众的敌人 对吧 他会去蛊惑他的大众 你不是失业了吗 他不会说是因为美国资本家太贪心了 不想雇佣你给你高工资 而是搬到亚洲去剥削 这个亚洲的廉价的工人 他不会告诉你这个 他会说是中国人把你的工作给抢走了 就像这个川普当初讲的一样 他说美国人之所以没有工作 就是中国人把美国人的工作给抢走了 那实际上像这种言论呢 一般我觉得有一定头脑的美国人 他是不会去听的 对吧 因为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中国怎么可能把你跑过来跟你抢工作呢 如果你美国的公司在美国本土的话 中国人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去叫你美国的老板 把公司搬到中国去啊 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嘛 这任何有良知 有一点自我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的 但是 但是美国的国民就会信啊 然后就会让美国的国民很憎恨中国人 这是一样的 川普用同样的这种方式去去讲墨西哥移民啊 是一样的 就说这些墨西哥的移民 把美国人的工作都给抢走了 所以美国人没工作 那实际上这也是不完全的 因为墨西哥人干的一些工作 美国人是不会去想干的 他们干的都是比较薪水低的 比较低下的那种工作 所以美国人也很懒可能 他也不会想去干那种工作 但是政客啊 就会去蛊惑人心啊 然后煽动人心去 把矛头指向另一个种族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变性的 一个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了 就是让他本来 美国的资本家 大部分应该也都是美国的白人嘛 他与其就是说 把矛头指向真正的这种剥削 就是美国的资本家 他会把他指向另外一个民族 墨西哥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所以像这种人 这个张家顿这种人 就是别有用心的 动不动就会跑出来 发一个反华的这种推文 像这种人你就很清楚 你教育他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已经很有信息量了 他既然已经写过书 他就很明白其中的事情 他也很有文化 他的学历也很高 像这种人呢 你只能打他的痛楚 就像我说的 我给他的这个推文的回复 我向他指出 如果中美真的发生战争 你觉得你会好吗 我当然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觉得你会好吗 而且变相的 我也在提醒他 你是华人的后裔 就像日本的后裔一样 曾经被美国的政府囚禁过 那难道你就觉得 你就可以讨此一劫吗 如果中美之间 真的发生了战争的话 所以像这种人呢 就是你如果要说 你就要往他的要害上说 那我也明白 他这种人 他是不会清醒的 他没有这么轻易 就毁过自心的 他不会由此就意识到 反华对他自己 实际上是不利的 但是你还要去 你还是要去打他的要害 要说到他的要害点 就告诉他 你的立场就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去打他的 Hassan 谢谢你 我:「有氏归人年前